帶著大家直接去賞民的地方 然後再去現場做一些補充 那我覺得重點就是有心 因為他們自己也都知道說 如果我是要靠島來賺錢的話 那這個部分自己應該要加強的部分 他們都還來積極主動 那大概是這樣 我們沒有遠遠管理 管理人場對玩 像我們對玩伴 對我們是事先報名的 就網路報名事先報名 那如果沒有報名 像去年半的時候我們還收費 我們是有收費的 一個人收一百塊 但是有送他一個椅子雕的 一個蘋果中的一個賞金燈 那今年是因為配合農業局 農業局的這個部分 就是他們在其他地方都不收費 所以我們平時也不能收費 可是我們就換在白天的導覽 就是白天的導覽這個部分 就是導入北這個部分就有收費 但是晚上是收費 但是踩網路去先報名 那其他人就說 欸他沒有報告怎麼辦怎麼辦 那我們就會說 那我們就不特別鼓勵 那我們就不會讓他跟著我們的隊伍走 那如果他一直要跟在後面 那也沒辦法 但是比較不會這種情況 那再來就是說 譬如說沒有報告的話 那很多散客他來 然後人家就問我們說那你要去哪裡賞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欸你問父親的電影館 電影他大家就告訴你 那還不錯 就是這裡賞銀的點很多 十分明星其實都有賞銀的點 所以也會讓他比較分散 或也聽過風暖之中在那裡 所以像是賞銀這個活動 我們很早之前就知道 因為這邊都還講說有星光大道 就是真的是螢果中 就是講星光大道 但是我們都一開始在那個 那個貝利商圈那個階段 那三年完全都沒有對應活動 就不太敢推 對就是覺得這一塊 好像要有燒焦的那個保護像這樣子 對 那只有說 學 小學他們有配合 就是全台北市的小孩 有這樣的活動 就是比較 那個很教學這個部分 開始 那是去年才開始推生太盡 那當然也會符合 我們那個 平息優果中 這樣子的概念 對 那另外就是我問一下那個示範店的部分 那示範店其實 因為 嗯 我們當他行座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選幾家店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示範 可是通常像商業師的進化的錢 我們不太可能譬如說 就撥五萬、十萬 給這一家店去做改裝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可能可以請顧問 或是請設計師幫他做一些 就是圖片也好 或是輔導他有一些什麼 陳列這些東西 但是沒有辦法說就是 我直接有一筆錢購給他 那 跟他十幾年做的時候 我會覺得成效比較有限 變成說 欸 或是輔導你 然後告訴你說 建議你怎麼改 但是改不改 他可能就遇到說 他的那個長證 經理 就跟年長的經理者 他會覺得說 啊不要 我覺得 我不要花這個力氣去改 或是我不想投資下去 什麼時候回收 所以常常推動的時候 會沒有看到那個成效 那幫他包裝設計一樣 有些時候是來設計包裝設計 但最後都沒有做出來 那後來我們才會說 欸有保證金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欸 你真的是有心要做包裝設計 那我設計圖都給你 然後就是都那個 甚至做一個樣板出來給你 然後但是你真的是要 預計就是要5000塊 你如果沒有做出來的話 那5000塊就是十位就要沒收了 那示範店的部分一樣 那示範店的部分一樣 剛開始是這樣子推 就是隨機家去做 可是後來就那幾家 可能還是遇到說 經營上有些考量 最後沒有承 沒有執行出來 所以後來我們改成 用競賽的方式 競賽的方式就是 我也不要走所有店都參加 但是因為有競賽 那我們做的那示範店 其實都是小小的改變 可能是三五千塊 就可以做到一些改善 那店家看了之後 他就覺得說 欸OK他可以這樣子做 像我剛剛說有的會務工 有的就會有一些竹編的手藝啊 他就覺得說 欸可以喔 是不是可以趁這個機會 然後就是用自己的雙手 去做一些改變 所以是這樣子的方式 那這都是一直不斷的修正 是不是一定可以看到成效 那就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欸競賽的方式是很不錯的 一個執行的成效 然後會不會公平他會不會 對所以說我們有個徵選的精神 所以你還是要提申請 我們還是一開始有一個公開的一個辦理堂 那你要提出來 提出來之後 那他有就是譬如說 呃像包含包裝設計也一樣 譬如說講是我今年只輔導五個或六個 那來申田可能有十個 我們就要做篩選 那真的就是可能看他那個產品 是不是有在地的特色 或者是說呃 是不是他真的有意願要去做這件事情 這樣子 對 對 對 大概這些東西都是會討論進去的 還有再來就是以前也有做過 就是請三個地方他們自己推薦 就是我們不牽涉到 我們他們一條是 就請金銅平息十分 他們就各位推薦兩家 那這個部分他們自己就是 地方去協調這樣子 也有 也有這種方式 那剛剛我們另外的商圈有提到就是停車交通公車的問題嗎 其實剛剛大家應該是坐 坐遊玩車廠來的 經過地零六線道 你能夠發現其實沒有什麼附地 其實他整個先天環境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你要建停車廠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那其實平溪路上最著名的就是他的鐵道文化 那其實我們就希望說 你來這邊就是享受這個鐵道文化 你可以坐火車上來 盡量用到這邊做工具 那這個我們這邊在推嘛 其實平溪線有一日有的卷 其實你買了一日有的卷 你就可以三個車站到處跑 對啊 那公測的部分當然 有時候用地取得 剛剛我們公測在排外講到 用地取得比較困難 現在有的就是在車站 還有俗分 還有各個東西 那我們理事長有提到說 其實如果真的很急的話 其實我們店家都願意提供 那只是說這部分可能要多 欸 是要多宣傳還是不宣傳 是各有好處跟壞處 那如果真的是有需要的話 其實都可以找店家 這邊注重就是人情味 壞的就是幸福 那這部分其實應該店家都會 非常樂意的配合 那不知道各位還有沒有其他的 建議或是一些問題 想要跟我們做一些交流的 我們在因為時間的關係 它會延遲到我們再一個好不好